材料清单,有机杠黄豆一斤,清水时间把斤打,豆浆两斤降温,会原原汁机,豆腐模具,纱布,白醋50毫升,清水250毫升,点次食品温度进一致,将杠黄豆洗净浸泡至2-3倍打,用水冲洗干净,倒进装好8斤水的盆里,用原汁机磨出豆浆,将豆浆倒入铺了纱布的盆里,用纱布过滤豆浆,将过滤好的豆浆, 将倒入大锅中,大火煮开,小火继续煮一到两分钟,烧去表面的泡沫,用两杯装两斤水,两杯是500毫升,装两杯正好两斤,将水倒入煮开的豆浆中降温,降温的过程中,将50毫升的白醋,用250毫升的水吸食,用电子食品温度计测量温度,温度降到80多度,用勺子将吸食后的白醋分3-5次, 慢慢的全角搅拌着放入锅内,几分钟后豆花出来了,开火加热,一到两分钟,让豆花充分凝结,当水和豆花几乎完全分离时将水咬出,将准备好的纱布平铺在豆腐模具上,用糖烧把豆花烧进模具中,将四周纱布折叠盖平整,盖上模具盖压紧,想吃老豆腐, 就用重物压制15分钟左右,压得越久就越老,如果想吃嫩豆腐,用手压3-5分钟即可,这样烧出来的水就是酸姜,可以留着下次点豆腐,烧出的酸姜装进瓶里,密封静置发酵数天,时间不一定,只要酸姜发酵变酸,就可以点豆腐了,点出来的豆腐就是酸姜豆腐,出来的酸姜经过发酵, 又可以留着下次点,以此循环,亲们可以参照我的酸姜豆腐菜谱来做,小贴事,一,黄豆要买小黄豆,小黄豆是做豆浆的,大黄豆是用来煲汤的二浸泡黄豆,浸泡的目的是施豆腐膨胀,七足水分,以利于几局的安排至,气温在5度时泡24小时,18度左右时泡12小时,27度以上泡6-8小时, 三,十斤水其中八斤水是用来磨豆浆的,剩下两斤水是用来降豆浆温度的,四,一斤黄豆泡发,正好做模具大小一盒,我只做了三分之二,剩下三分之一的花用来打汤了,还有喝了两碗豆腐脑,哈哈,五,我加装了整物净化水设备,出来的水都是直饮水,用净化水做出来的食物味道,就是不一样有的金做了, 反应豆腐有三味,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,一,醋与水比例没调好,二,醋与水的混合叶加多了,其他注意事项,一,点醋的整个过程中,温度一直要保持在80-85度,温度下降了再继续加热,二,点醋的过程中分,三到五次慢慢的画圈搅拌下去, 边点边观察是否出现豆花,如果看见有豆花出现,就停止点醋,让水和豆花慢慢分离,三,点醋过程中,豆浆温度下降了,要加热到80度以上再点,最好准备一支电子食品温度计, 感谢观看